如果大家非常喜欢养一棵开花的 还带有一些清香的小植物呢 我个人推荐的就是绞锦 这种很清香 而且颜色有很多种 就目前咱们家来说就有个七八种 过两天会扩充到十几种 它非常的皮实和好养 有点话说 我就养不好 这玩意到夏天就是 你要了解绞锦相对来说喜欢冷凉 如果说这个东西在云南 咱就说在昆明也好 在大林那种地方也好 你这玩意都地灾 它能活照样好好的 它关键点的怕什么呢 它怕夏季的一个高温 在三十度以上的时候呢 它就陷入了短暂的休眠 它就跟仙客来跟多肉有点像 就什么呢 夏季高温呢 这就不怎么长了 很多的话 一看 哎呦 哎呦 现天的时候 你耳朵了 就赶紧浇水 赶紧撕飞 结果呢 适得其反了 所以说您要了解 再有一个呢 这玩意它确实是多年生的 有的话说 五什么多年生呢 就一年生两年生 它真的多年生 就是很多的话 我在夏天给它玩死了而已 好吧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了解 如果说咱们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你可以放到大树底下 就是树荫底下 凉快一点的地方 对吧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如果说开花开的不好看 你就捡了 等到秋天再开呗 冬天在你屋里边照样能开 春天也一样 而且还有一个点 这玩意它会结种子 就这么一盆结出来 能结上千粒的种子 甚至说是更多 你像你再播种 对吧 都循环的来嘛 好吧 喜欢光照啊 宝贝 好吧 一般的话 轻微的一个霜冻没什么事 一般人就是适合在这种春秋天 比较凉快的时候 羊 老八菜了 好吧 一般正常来说 这时候 开始开花 过点时间又结种 很好玩的 再一个就说到浇水 像草花这些个呢 你看到稍微打粘 你就浇水 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放到凉快点的地方 打粘了 也记得该浇的浇 可以看一看 手头抠进来摸一摸盆土 干了就浇 不干不咎 像这种小草花呢 适当的用点磷酸钦甲 或者是花多多二号 肥料稍微供一点 你别到时候光开花了 这时候长得都不精神了 对吧 光照好一点 再有呢 就说咱们用土了 尽量的用斧子土 以进口泥碳土这种 或者是我们家那种 通用型的飞草土都可以 别的也没啥了 比较简单的 会结种子 而且它的根系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属于这种毛细的一个根须 就是很细 很细很细的 特别害怕积水欧根 大家浇水的时候 稍微拿捏一下 另外呢 下面的这种叶子黄 属于很正常 它通风不带好 正常带细 别的都没啥了 好吗 开完花以后 你别急着剪 你可以等着结种 收割一 收割一波种子 你再剪 好吗 可以多养几盆 这玩意很好玩 关键点在于香 而且不贵 现在的话 咱们家的价格也就是 29块9就能给大家发三盆了 喝了9块9一盆 有人话说 你怎么不卖一盆九块9 不够运费 不够运费 三盆就够了 好了 我老花一 养花就站一 想看什么花 或者想听什么花的开箱 都可以 视频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